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被前女友爆料私生活的男团 Venus成员雷本宣布退团了 10月27号,RBW发出声明表示 雷本担心会给Venus成员们以及粉丝们造成困扰 主动向公司提出退团了 公司与雷本以及Venus成员们透过深重的投论后 决定尊重主动退团的意见 因此今日起宣布雷本退出Venus Venus今后会以5人体制继续活动 然后与退团无关 在网络上有发现到对Raven的虚假事实 恶意剪辑 这部分会透过诉讼解开真相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长期来看的话 这样马上退出 对公司成员粉丝们都是好事 恭喜恭喜 粉丝们成员们都辛苦了 公司做了很好的选择 会因缘我呢死 看推特的话 很多外国粉丝们说 恶意剪辑什么的 要用诉讼解开无辜 让粉丝们愤怒的某所属公司代表 这两天 克拉西所属公司代表傻眼的行为 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首先是为了在克拉西官方IG上传 自己在C位的照片 而把成员的脸给这样了 然后一起去行程跟成员一起拍照 这是什么 可可 韩服C位太傻眼都想笑了 克拉西是所属爱豆啊 为什么代表想要比爱豆还要受到关注呢 孩子们都还没有红呢 是台亚成员司尼 怎么变成这个样了 我喜欢这家公司的男团 所以知道 这些只是一部分 就是因为他追星追得很累 真心希望他能以艺人早点成功 肯兵从年进儿子12月诞生 今年3月结婚的从年进肯兵夫妻 6月宣布了怀孕的好消息 而今天媒体报道了 从年进的预产期在12月 而肚子里的宝宝是儿子 儿子已经都觉得长得很帅了 随便像谁吧 随便像谁吧 哇真的很期待 王子要诞生了 真的 我们国家的未来会很闪亮 所以大家希望儿子长得像 随便还是从年进呢 BIGBANG TAEYANG 下架所有IG贴文的理由 10月16号 天团BIGBANG成员TAEYANG 下架了所有IG照片 并将头像换成了全黑色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但是在韩国 比起担心的人 更多网友们表示 我觉得会回归 拜托 好想听TAEYANG的声音 OBPA SOLO专机 PLEASE KKK 只是大家都希望他回归而已吧 好友好友好友礼貌的BTS穹谷 前几天 为了卡当世界被拍摄形成 一个人出国的穹谷 因为好友好友好友礼貌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出国的时候 向粉丝们打招呼 90度行李的穹谷 在卡打移动的时候 也是不停地向粉丝们打招呼 最后在回国后 也不忘了向粉丝们打招呼 行90度的李 丢包包后行李的样子 太好笑了 KKK 能不能摸一下你的头后去坐肩呢 太可爱了 已经是超级大明星了 还是一样的有礼貌 粉丝们应该知道 全部真的一向都是这么有礼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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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